大家好,我是谷月 喜欢吃土豆的朋友 一定要试一下这个入末土豆 焯好下饭的一道农家菜 软弱鲜香的口感,百吃不厌 食材简单,做法也简单 接下来将具体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一大一小的两个黄心土豆 用削皮器将土豆的表皮薄薄的削去一层 削去外皮后清洗干净 先将它切成熟指宽的厚片 然后给它切成小条 再转过来给它切成小丁 稍微切小一点 这样炒的时候更容易成熟 也更好入味 切好之后将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加入清水 滴几滴白醋防止氧化变黑 搅拌一下后让它浸泡几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块前腿肉 喜欢吃肥一点的也可以用五花肉 先改刀切成长条 然后给它切碎 切碎后再将它剁成入末 不需要剁得太碎 稍微让它带点颗粒感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剁好后先装入碗中 准备两三根青线椒 去掉辣椒瓣 然后给它切成小段 两个红线椒也给它切成小段 喜欢吃辣一点的朋友 可以用小米辣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去皮的蒜子用刀将它拍碎 拍碎后直接剁成蒜末 一小块生姜先切薄片 然后切成丝 最后给它切成姜米 洗干净的小香葱 切成细小的葱花 切好之后将它们装入碗中 浸泡好的土豆给它抓洗几下 将表面的淀粉给抓洗出来 洗干净后捞起来沥干水分 装入盘子里面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水烧热后加少许食盐 切入底味 将切好的土豆丁倒入锅中 给它焯一下水 土豆焯水是为了更快成熟 待会儿和入末一起炒 时间可以不要那么久 入末吃起来才会更嫩 焯水两分钟 土豆变成透明状 捞起来备用 锅中烧热后加入食用油 提起锅 将油运满锅 先倒入葱姜蒜末 用小火煸炒一下 炒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入末 继继继续小火煸炒 将入末炒散炒香 入末炒散后 加入一小勺的豆瓣酱 继续翻炒 将豆瓣酱炒香炒出红油来 炒香后加少许料酒去腥 翻炒均匀 再将土豆丁倒进来 这个时候用中火翻炒 将入末和土豆丁翻炒均匀 让土豆吸收入香味 翻匀之后加入半勺生抽 一勺清水 加少许老抽调色 来摄量蚝油增鲜 再加入食盐白糖 翻炒均匀 喜欢吃软烂一点的 再加一勺清水 然后盖上锅盖 给它焖两分钟 让土豆能够更好入味 焖好之后 青红辣椒加进来 快速地给它翻匀 让青红辣椒断生 翻匀后加入少量水淀粉 快速地翻匀 翻匀之后就关火出锅 这样简单又美味的入末土豆丁就做好了 软糯鲜香的口感 非常的好下饭 食材简单 做法也不复杂 不经常下厨饭的朋友 也可以轻松做好 喜欢的朋友就舒散起来试试吧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就点个赞 关注一下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我是古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